我還要再補充一件事情 徐曉晶去之前的時候 他借給他婆婆一百萬 然後去年在之前 前一年的財產申報的時候 他又跟他先生有四百五十萬的存款 現在還被發現 就是說他二零二一年三月七號的時候 他又買了這一棟房子 哇這對夫妻好厲害啊 在這幾年不但可以借一張衛生紙給婆婆 還可以累積四點五張的衛生紙 還可以有頭期款去買松山這邊的房子 在等待都哥 我想任何一個議員跟這個夫妻 要要比照徐曉晶真的非常非常難 這一百萬如果沒有財產申報 沒有講清楚 可能會涉及財產申報 財產來源不明罪 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財產來源不明罪 現在不是說比你以前財產的收入 超出你去年的收入不是 而是顯不相當 顯不相當 這顯然他就是不相當 因為你有買的房子 你有這一些 真的顯不相當 所以當然這個裡面有一些問題存在 不過冠廷 人怎麼會這麼厲害 我說他怎麼會這麼厲害 勇哥我先講喔 現在包含台北市議員許淑華這些民意代表 批評許曉晶最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包含買房子這些事情 是不是有利用自己的權勢 去變成精準投資 變成炒房 你用你自己的權勢 可是許曉晶他回應的方式是講說 哎呀你們想像力太豐富了 不好意思我跟大家報告 依照目前的激政不是我們想像力豐富 是太直觀太直接了吧 就這麼剛好 許曉晶你跟費洪泰在初選的時候 十條政見 九條都跟松信無關 唯一一條跟松信有關的 叫做建鐵道博物館 哎就這麼剛好 勇哥現在根據大家揭露的地圖啊 鐵道博物館的所在地 右邊一條路 是跟他有關的這個建商 所做的吉祥如意 上達一百億以上的都更案 然後在鐵道國文旁邊 一路之隔 左手邊 現在對出來 就剛好是許曉晶你家的房子 啊就這麼剛好 有國民黨現在捍衛許曉晶的方式是講說 哎難道說 許曉晶你當民意代表 我們的建設就要跨過你家嗎 不是 今天的狀況是 如果你關心的建設 是各地你的選區都在關心 比方說像我當個議員 我關心那個電感下地 我不會那個旁邊這條路關心完 左邊這條路關心完 跨過我的服務處嘛 整條都要做 可是如果今天我當一個民意代表 我只關心一案一件事 一個證件就在我的服務處的隔壁 我會被罵死 我一定被罵死嘛 二次就在許曉晶面前發生的 就這麼剛好 你唯一關心的一條 你寫在證件上面的一條 就在你家的房子的旁邊 就在捐錢給你建商所弄的都更案的旁邊 有這麼剛好 所以是這個問題啊 沒有任何人什麼想像力豐富 你自己這樣搞你當然會被質疑嘛 我說真的啦 這個標準降到最低啦 我們在做哪個民意代表這樣搞 我們不會被選民給唾棄 給罵翻 選不下去啦 我們任何一個人這樣搞 他可以大大大地講說 哇 你想像力太豐富 這麼簡單喔 民意代表這麼好當喔 我不客氣地講 我用我自己當立志好了 我在當議員跟當立委期間啊 沒有買半間房子啊 根本就不敢買 完全不敢買 不要說我的選區 不是我的選區我都不敢買 連買都不敢買 那是因為後來沒有當立委了 所以才去買一間房子來當事務所 因為本來救了那個事務所 租給人家租期還沒到 所以也收不回來 只要再去買一個 才是這樣子 所以我 我不知道這些人 這麼不知道利益迴避 許巧欣 離譜到什麼程度 再讓大家看 溫朗東在爆重量級的震撼彈 金華城跟許巧欣案 是同一案 推動都更的就是支持 許巧欣的附勝 李張靜偉 張靜偉你看李長 鄭靜偉的他的LINE裡面 中公都更簡報電子黨 公參考 給這些相關的人 然後呢 大家看看 立法院許巧欣服務處 2024報稅服務 這都是這個在LINE裡面 李長在幫他宣傳 張靜偉在李明的群組中 在群組中 鼓勵居民填寫都跟意願書 就是這一個 好 大力推薦的合作廠商 就是中華工程中華工程是誰 就是魏京小沈 魏京小沈是誰 就是金華城的老闆 就同一個人 魏京集團事業群 魏京小沈過去 擔任中華工程董事長 許巧欣一邊當達永公主 另外一個身分就是金華城的大法師 律師 大法師不一樣 大法師可以普渡眾生嗎 還是普渡他自己 我不知道 再看 劉宇怎麼講 四叉貓說 連連看 達永建設集團的合作團隊之一 然後 黃秀莊建築師事務所 黃秀莊的老婆叫黃呂錦儒 黃呂錦儒是 心肺大戰的重要角色 老肺輸的不冤 這樣的連連看請評分 黃呂錦儒趕快出來講 媒體打給我 我才知道徐曉勳有沒有買賣房子 我根本就不清楚 詢問過先生的辦公室 確定那個案子不是我先生 他們負責規劃設計的 他趕快出來講 不過人家是這樣子講 劉宇也這樣子講 要你連連看 自身記者 連連看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徐曉勳 今天要落跑 不接受媒體訪問了 太多了 我跟你講因為我下午有跟 那個四叉貓同臺 四叉貓又爆了一個最新的料 他事實上 這個剛剛大家講的 徐曉星的這個中古屋 五十四年的中古屋 他你知道他貸款貸多少 他這個房貸一千四百三十萬 他貸了八成 五十四年的房子 他貸款貸 這間房子 他這間房子 就是按照他的財產申報 你不管是一千七百八十萬 或是一千八八萬 或是一千八百萬 不管啦 反正他的那個申報 變來變去啦 他這個房子一千八百萬 他的房貸 他跟北富營 貸了一千四百三十萬 第一個怎麼這麼巧 又是北富營 第二個五十四年的中古屋 可以貸八成 而且第三個 他這個房子又二貸了 他這個房子 不但貸了一千四百三十萬 八成之外 他隔了一個月之後 又貸了一百六十八萬 當然一百六十八萬 可能是他的裝潢費 因為大家知道 他這個是五十四年的中古屋 可是用狗 我在這邊講 我講到這邊 我看你眼睛真的很大 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一個五十四年的中古屋 你知道嗎 我當了今年 如果我不去從事公職 不當議員 不當立委 不當部長 我今年律師第四十年 我辦過非常非常多的 包括金融這些相關的案子 五十四年的房子 要貸八成 你吃得比較壞 我講這一句話 我第一次買房子 第二次買房子的時候 我把第一次買的房子賣掉 去買內戶的房子 大概在民國八十一年左右 我是當民國九十年才當議員的 才選議員的 你知道嗎 我要去貸的時候 我買一千三百五十萬的房子 我跟台灣人要貸八百萬 他不貸我 他說八百萬太多了 我那個房子那時候才幾年 三年的房子 當然是中國 但是人家才住了三年 中房也還可以 我一千三百五十萬要貸八百萬 他不貸我 我跟他講 我還把我的報稅資料給他看 我是律師 那個時候律師是講十二萬 那個時代律師是很少 還算蠻拽的行業 不行 所以我為什麼眼鏡真那麼大 會不會又跟富邦戴的 對 又是跟富邦戴的 又是北富英 你看他婆婆 人家南部的房子 一千一百萬 都可以戴到一四五零 或是戴更多 那這個戴八成 又是跟富邦戴的 而且是五十四年的房子 對 所以我為什麼眼鏡那麼大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了嗎 又是富邦 所以北富英 到底是不是有推一個專案 叫做安心戴 只要是律小新的 都可以戴 大家一起來 安心戴 我們以後每個人都改名字 要有個新 才能夠安心戴 不然安心戴 你沒有信怎麼戴 沒有 今天大家在看玩笑 就說這幾天 大概就是那個減蘇培 重見最深 因為伯伯都是已完 受害很深 從陳崇文 到徐小新婆婆的貸款 到徐小新 現在他們家中古屋的貸款 都可以這麼好貸 伯伯都是已完 因為你沒有貪心戴 而且我要講 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貸款你知道嗎 其實是要繳 繳利息 但利息緩通期之後 是連本金都要還 所以這個房子 如果沒有趕快都跟徐小新 跟他先生之後一個月要繳利息 是七八萬 他們家有這麼高的收入 可以去應付這件事情嗎 你連連看資深記者 你很會連啊 對啊 所以我就說 達永公主 所以我就說我幫北富營 我猜待會北富營 可能這兩天又要發聲明了 無操貸 無關縮 無例外處理狀況 照操就好了 沒有例外 沒有例外 所以臺北市民 如果想要知道如何貸款 請請安心貸 然後徐小新 他的辦公室電話這樣子是不是 我說一點 我會把人家搞死啦 以後徐小新選 沒有領得了他了 他可以這個選民服務啊 教大家怎麼安心貸啊 我們都沒辦法 你只要買 真的好不好 不是不是 以後買一千一千一百萬的房子 就去找徐小新 然後就可以帶一千四百五十萬 哇 這個選民服務 這樣穩住啊 沒錯